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特约军事评论员 瓦西里卡申对美军自吹自雷 夺岛经验丰富进行了评论 他认为美国海军陆战队上 一次夺岛作战还是在二战期间 尽管当时美军积累了丰富的夺岛作战经验 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 美国海军陆战队缺乏登陆作战训练 不能胜任高强度对抗环境下的登陆作战 日前 瓦西里卡申对美军可能进驻太平岛 一是进行了点评 卡申认为 从战略角度来说 美国在太平岛部署军队 其实改变不了多少事情 如今 北部班以南海域早已成为 中国区域性军事部署的整体 是一个系统而非部分 该海域内的岛礁并非单独存在 而是依托强大的陆基装备作为后盾 如在海南部署的海军航空兵租 30重型战斗机作战半径 能够覆盖这些岛礁 而且在东南沿海部署的弹道导弹 也能够保护这些岛礁 夺取这些岛礁中的一个或几个 没有任何战略意义 中国海军和空军完全有能力遮短这些岛礁 让所有妄图首导的作战单位在短时间内消失 此外 他深还强调 美国在太平岛上驻军等同于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 一旦美军进驻太平岛 中国势必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维护领土完整 其实这一点想必美国也非常清楚 这就是底线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任何胆胆挑战底线的行动 只能换来中国海空军猛烈的真理说服教育 如果不服 中国火箭军马上送上东风导弹 显然 不管从战略角度还是战术角度来讲 美军进驻天平岛都是完全不可取的 冒险行动的后果美国心知多明 因此美国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趁早放弃这个大胆且不切实际的想法 瓦西里卡申最后还给美国指了一条名路 如果想要恢复在东南亚的系统部署 最好去求助菲律宾 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做危险的尝试 很明显 在杜尔特尔治下 美军重返菲律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美国想要维护其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战略通道安全 必须好好费点而心思了 派军进驻太平岛这种极度危险的尝试 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目前 美国在中东不断与俄罗斯产生摩擦 而对中国 则又不断升级贸易战 较得世界不得安宁 美国最近动作频频 与俄罗斯中东不断摩擦 与中国贸易战愈演愈烈 然而中俄都是世界大国 都是不怕美国的硬汉 中俄联手更是无人可挡 并能将美国的霸权彻底地打破 当前 中国与美国正在贸易战 南海 台海等多个战线进行多轮激烈的交锋 而俄罗斯也在叙利亚战场上与美国熬战 两国选择在此时发布海上连影的消息 绝不是简单的例行演习 而是预示着中俄联合对抗美国的联盟 正在逐渐形成 面对西方国家在经济 政治 军事层面的层层紧逼 俄罗斯压力巨大 而对于近期的中国而言 美国屡次派出军舰闯南海 发动对华贸易战 签署台湾旅行法 这使得解放军近期军演不断 也面临一定的压力 所以中俄此时选择联手 共同反击美国 特朗普连连对中俄下手 逼着中俄两国走到一起 背后被共同抗议 当下 中俄两国的合作不断深化 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 前苏联解体之后的最高亲密程度 而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也保证了军力的不断提升 目前解放军的发展 已经逐渐向由陆至海过渡 大力发展海空火箭军的力量 刚刚海市的002型航母 入役的苏35战机 以及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 证明了解放军应实力的不断增强 试问 两国联手 这世界上哪个国家挡得住 中国与俄罗斯真正形成结盟 将是西方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 就是美国外交最大的失败 美俄已经彻底闹崩 而中俄联手抗美的联盟正在形成 美国全球霸权一日不除 中俄两国的联盟 只会变得更加紧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